你没看错 这个长着尾巴的就是赛罗 这天赛罗打王怪兽正在往回走 托雷基亚在身后悄悄跟着他 这可真是个好机会 托雷基亚心事变出一根尾巴 给我去吧 尾巴竟然长在了赛罗身上 但赛罗自己却不知道 肚子好饿啊 先买点吃的吧 给我来一块奥特曼巧克力 不行 这个不能卖给你 那就买一袋奥特曼饼干吧 你不要再说了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我还是先回家吧 他来到公交站等公交车 车来了 这个奥特曼我不认识 应该是新来的 喂 二路车开网光之国 你不是奥特曼不能上车 他肯定不认识我 那我等下辆车吧 又来了一辆公交车 太好了 这次开车的是泽塔 他肯定会让我上车 可赛罗万万没想到 下车 快给我下车 赛罗又被赶下车 泽塔我是你师父 快让我上车呀 赛罗不能坐公交车 他只好打开一辆共享单车 今天可真奇怪 他回到家 孩子们正在做游戏 我回来了 不好 是怪兽 小小罗我们快跑 孩子们也跑开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大家都躲着我 赛罗很难过 可就在他转弯的时候 特里加开车经过 不小心撞到了他的尾巴 好疼呀 赛罗这才发现自己长出尾巴 难怪都躲着我 肯定把我当成怪兽了 我要去找奥特之父帮忙 小朋友 咱们下集再见 咱们下集再见